大家好 我是天狼 很多花友在纠结 它那个月季小苗拿回去怎么修剪 那这也是我们一个月前种的 两个月季小苗 那么月季小苗冬天到底怎么剪呢 其实有两种方式供你参考 一种呢是比较常见的 咔咔咔剪掉 就是这么剪掉就好了 就这么剪的 你看剪完就剩个帐 这种剪掉的好处是啥呢 原来这么大一根枝条 然后剪完了 春天同时花个两三个芽 这两三个芽长出来的呢 都相对来说比较粗壮 然后春天直接开花 这是针对大多数微型月季 大花月季这么修剪是不错的 那如果遇到藤本月季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不剪 然后鸭枝 不剪鸭枝呢 它这样春天它长开枝条会比较细弱 多数是没有花的 那然后还有说 那我想开花 想开花你就强剪 那不想开花呢 或者想开花看得少呢 你就不剪 这样的压下来之后呢 它春天的底会冒成强顺 但是鸭枝啊 一定首先要换个大盆 第二个 你要有足够的空间 第三个 春天长的新芽太多 贵蜜枝 很容易支撑病同汗 所以说修剪跟不修剪 都是可以的 那么不修剪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弊端 你要提前 做好规划 做好预防 好了 怎么样做都可以 我是天狼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输学集 再见 静 Dae tiéd 去